谁去带来关心这个立委陈柏维罢免案 过关之后呢 他跟同样遭到罢免的桃园议员王浩宇 有没有可能回到高雄三民区参选市议员呢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好但是这个传闻呢 据说已经让在地的议员佟彦珍非常意外 他说被罢免的人应该要想想原因 不要把高雄人看扁了 而且呢高雄在地的民众也怒轰 高雄不要垃圾议员 台中人展现了非常高的民族素养 陈柏维被罢免了 可是呢在陈柏维被罢免之后呢 却说要到高雄来选民意代表 这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啊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被罢免的人 他此时此刻呢 应该要痛定失痛的去想一想 我到底为什么会被罢免 是不是我的行为或者我为民服务的态度 种种都不被人民所认同 而且呢 我们高雄人呢 非常的重情重义 也非常的欢迎 愿意为高雄付出的 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到高雄来参选 但是呢 高雄不是一个政治的回收场 别的县市不要的 我们高雄人也不要 因为我们希望呢 来到高雄要想为民服务的 确实是让人民很认同 真正愿意为高雄人付出的人 也希望 不要把我们高雄人呢 看扁了 高雄人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认为高雄四十三名区 假使因为王浩宇从桃园 落选之后回来高雄的影响力 一个时候会有 假使再加上现在的陈伯伟下来高雄 影响会变平均化 平均化就是说影响的人 不会影响到客家人 因为这两个不是在地的 会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林一凯 他是时代力量 刚才提到两位一个是时代力量 一个是激进党 这两个互相影响 会把林一凯的票分散掉 所以可能会林一凯落选 那这两个会有一个当选 民进党现在在三民区 跟国民党的势力大概五五波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他们家南下 我觉得两个同时在三民区 影响不大 没办法分散到 所谓固有传统的票源 最大影响应该就是林一凯 在事先的规划整合能够做好 我想应该不会扫掉 所以这两位所谓垃圾的议员 回来高雄我想影响不大 我们三民区的所有的公民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人家不要的 所以他要在三民区立足 他的生根时间不够 因为明年就要选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国民党不要内讧 要团结 一定要生根之后 把中间选命稳住 就能够确保这世袭 陈博威被罢免了 那么中选会将在七天之内公告 三个月内要补选 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 他说这几年选举罢免搞得台湾动荡不安 而且柯文哲说 他说这背后都是有政党动员对抗 但是民众党会不会这回派人来参加补选呢 柯文哲说选举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候选人 选举结果我们是尊重民意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表达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来 先选举再罢免再补选 搞得整个台湾社会动荡不安 其实后面都是有政党动员的 不要说痕跡 明明就是他们在动员在互相对抗 不是很健康的社会氛围 但是我觉得这种杀来杀去的我看了会不太习惯 只是说你问我怎么办会不知道 选举最重要要有候选人 第一点在投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要准备候选人 这太奇怪了 等到你这个投票结果做完就知道 你现在临时要去找一找也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从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 登高必至 对 行员必至 意思就是说 不要想要一步登殿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议员的 准备明年议员的选举先开始 接下来要依法补选了 谁能够递捕陈柏维的位置 谁要参选 备受关注 外界呼声很高 被视为是王子负成的前立委 颜欢红 那么他从投完票之后就神隐了 那么由于选霸法规定 只要涉及在台中市 在罢免公告前 千集都能参加补选 因此看起来 蓝绿白都不会缺席 只剩下7天时间 就必须要决定人选 你看好哪个候选人 袁宽赫 怎么说 他是海线唯一支持的 超棒100分 就服务很周到 我都会刷袁宽赫人 他有在做啊 他也是有在做啊 对啦 他都有在做 有在服务有在做 现在蓝绿白都会有 想到有人要拆算 那你资议 这区这么好算 我看看是他的条 原本的来在地来算就好了 在地当然是我们在地 传统的他们 对啊 有时候这样而已嘛 对 不然其他没有什么人 接着啦 我们这里 大本学的就说 不然最起碼也没找到有人 应该是原家的势力 比较理想 他们在地生根很多年了啦 他们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啦 宁宽的还有民进党的 选事牌之类出来选 你觉得这个选战如果打下来 你觉得哪个胜算比较高 应该是在地生根的比较高 立委补选一定会作为激烈 我们要先知道 选霸法第15条 有登记这一项条文 最重要的就是 只要你是台中人 涉及在台中有4个月 虽然不是在中俄选区 但是可以在公告日前 能够迁移到中俄选区的户籍的话 就能够参与这次的立委补选 国民党这边 目前比较优秀的人选 大家有人点名 顏利敏 也有青庄派的林梦莉 甚至是我们的前立委 严宽恒 但我想所有有意愿的人 或者是被点名的人 都应该回归到党内的机制 来做协调 甚至来做民调 而绿军来说 他不仅仅是有现任的 陈世凯 张家安 以及也有人被点名 比如说大理选区的林德宇 甚至是我们的中山医学院里面的医师 林静怡 我想他们的人选 也都蛮活络的 也都可以来做一个调派调度 而最重要的中间的一个第三势力 我们的民众党 我觉得民众党在这一次的立委补选 更不会缺席 因为我们要知道 接下来的公投跟还有我们的议员市长选举 民众党势必不会缺席 而这一次的立委补选 视同为他们的前哨战 视同为他们练兵的一个机会 立法委员没有选上没关系 又可以借此来打知名度 来做后续的市长议员的选举 我想蓝绿白各有各的盘算 也各自的会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选战 来提前练兵也好 提升知名度也罢 请不吝点赞订阅